那天晚上我在你家附近看到安秀妍被赶出来了 你怎么知道她一定是被赶出来的呢 说不定她是突然间有什么急事才出去呢 我看她拿着行李啊 其实你早就知道 安秀妍会被我赶出家门 但你那天看到她以后又不太确定 于是呢你就叫你那个小燕打电话去我家 想再次确认一下 你这个人这么聪明 麻烦你下次再打那些试探电话的时候 记得换一部电话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技术叫做来电显示 你应该知道 我去做早饭了 那些照片也是你干的吧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松平 江浩然和安秀妍她们是有预谋的 我怀疑这里面是个骗局 这个骗局主谋就是李美芝 那个女人啊 她明明知道你爱的人是我 故意让江浩然勾引我 然后再让安秀妍去勾引你 你到现在还想再扯一个无辜的人进来吗 真的 事情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你想 她们两个人 分别接近你和我 这能说偶然吗 那个女人为了拆散我们 故意雇两个骗子 来布这个局 还有那个安秀妍 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单纯 她窃取你的商业情报 充卖给李美芝 还背着你和江浩然 一共住口啊 如果安秀妍和李美芝串通一气的话 现在天马集团早就是李美芝的了 什么 你怎么这么说呀 你这个人永远都只会自作聪明 永远只会陷害别人 宋平 我怎么这么说呢